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 我们今天要为各位查考的经文是 提摩太后书三章的第一到第五节 题目是败坏的人性 提摩太后书三章第一节 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 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 贪爱钱财 自夸狂傲 傍独 违背父母 忘恩负义 心不圣洁 无亲情 不解怨 好说谗言 不能制约 性情凶暴 不爱良善 卖足卖友 任意妄为 自高自大 爱艳乐不爱神 有敬虔的外貌 却背了敬虔的实意 这等人你要躲开 保罗写信给提摩太提醒他一切的事 告诉他教会应该要怎样维护和保护 鼓励他在个人的信仰上要坚持到底 即使在困难贤阻中也要隔守真道 因为神是信实的 除此以外更要做主无愧的工人 为了要成为主贵重的器皿 要谨守坚持自己 这是一生的承诺 并为了弟兄姐妹们多颁忍耐 总要让他们也明白真道 我们作为神的工人 所要面对的工作就是人 不管我们自己或是弟兄姐妹传道的对象 我们所要面对的对象就是人 不是冷冰冰的会堂和祭坛 那我们要做人的工作 首先我们必须要认识我们的对象 就像当木匠的必须认识木头 园丁必须认识植物等等 既然要认识人 那就不能不提到人的丑恶面 人自从听从骨蛇的引诱犯罪以来 罪就一直在缠绕等待人来犯罪 以至于越陷越深 撒旦利用罪来引诱人 缠绕人 要人陷在罪里 好叫人远离神 抵挡神 寄望神对人的计划失败 不能得救 这就是保罗写给提摩泰书信 一定要写到这些人丑恶面 这里虽然写 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 那你以为末世还很远吗 不 一点都不远 其实自从主回到天上以后 末世就已经开始了 主后七十年 耶路撒冷被冰灭 那就是确切的今世 已经在末世当中的证据 在第五节当中 保罗写信要提摩泰躲开这样的人 那也只是证明在保罗当时的事上 已经是充斥了那样的人 你们不要以为保罗在这里所写的人的丑恶 都是只发生在少数人的身上 保罗在此所写的这些恶人 在我们所有人身上都存在 这是瘦不瘦的控制 以至于显露出来 凡是人都是自私的 而且爱财 喜爱自取荣耀 在我们发展的过程当中 人类社会有道德和教育发展出来 以挽回人的败坏 因此很多这里的恶 在多数人身上并没有那么显明出来 例如狂傲 磅毒 违背父母 忘恩负义 这些都是受到道德和教育的制约 而不是那么常见的 如果失去这样的制约 或者是虽然有这样的教导 但是人却被撒旦的罪恶勾引甚大 转而随从恶的轨迹 那么所展现出来的性格 或是形式的情况 就是这样子的 特别是不能制约 性情凶暴 不爱良善 卖主卖友 性格妄为 自高自大 这样的人是甚为可怕的 保罗差不多把人性当中的宠恶 都给举例出来在这里 这些都是极恶的人性 但是以上这些 可能在人眼中看见的恶 但是从神而来的启示中 还列举了几样神眼中看为恶的事 在人来讲 可能并不算什么了不起的恶 但是神却知道 那些也是极恶的 那就是从自高自大之后 再列举的几项 人要是看重自己到一个程度 那他心里也就容不下神了 于是保罗在写下 爱艳乐不爱神 有敬虔的外貌 却违背了敬虔的实意 这些事很少在教育里面 或者在道德指引中被提到 或者我们读经读到了这里 也不认为人如果这样有什么大坏 对不对 但是保罗却要提摩泰躲开这等人 保罗说要躲开的人 并非是性情凶暴 不爱良善 卖主卖友的 这些听起来可怕的人 我们却不要躲开 却是要将福音传给他们 而爱艳乐不爱神 有敬虔的外貌 却违背了敬虔的实意 却是保罗要提摩泰所躲开的 为什么如此 我们要到下一篇当中再来讨论 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愿上帝赐福给你们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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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